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如果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產生中華民國第一位總理 國慶日前信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在拋國政政策推內閣制 宣布七大主張 包括總統應到立法院報告 接受黨團質詢 總統任命隔回須經立法院同意 只是明年若三黨不過半 意見分歧隔回任命恐怕卡關 各黨要學會如何妥協 所以過去那種兇巴巴的 叫人家不要 那種人就不會出現 但要想推動憲政體制改革 前提得入主總統府 藍白和進度卻持續待戲脫棚 柯文哲訪美還掉手機 朱立倫負荷難怪最近回應比較慢 但柯文哲不領情 前一天在萬華開獎 嗆國民黨布秉民調 乾脆整碗捧去 有在聯絡這不是問題 在柯文哲主席要出國前 我有主動打電話昨天晚上 甚至今天早上 我也多次聯絡 那可惜電話通了 就沒有接 侯友宜這頭喊冤 遭已讀不回 要把球丟回民眾黨 雙方也持續角力 九號先後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團 原本前一天柯文哲並未公開 看到侯友已發採訪通知後 才立刻新增行程 藍白尋求合作之餘 檯面下也不斷較勁 三立新聞 黃辰鵬 SG小組綜合報導